逆元冷冻人被赞好!陈佳乐靠阿爷腔爆红!是《徒刑者2》。 由黎耀祥、陈佳乐、江大卫及林夏威主演的《逆元》开播以来获得好评,陈佳乐在剧中饰演来自1945年的冷冻人钟鼎博,醒来之后已经是现代,他演出也获得一致的好评。 江大卫和黎耀祥在剧中的互动搞笑。 陈佳乐在剧中的外表是30岁的现代人,但实际是曾活在民初时代的爷爷,而他的演出也加入了自证腔圆的广东话,网友都听得出下过苦功,大三老徒口音讲得好。 而原本他的这个角色是由郑俊宏出演,后来才换成陈佳乐,不过网友纷纷决如果是郑俊宏来演,他们反而不会看。 陈佳乐其实已经入行多年,都已经32岁,不过都是拍电影比较多,参与的电影有破风,幸运是我,保持通话等等。 这次是第一次拍GVB的剧,他还说好大压力。 我在剧中饰演一个1940年代的人,经过挤动血仓后在2018年被解冻并苏醒。 虽则我看起来是现代人,但我的说话技巧,行为举止都要有种1940年代的感觉,所以要做很多功课,令观众一看到我就知我是1940年代的人。 起初我很怕自己的演出会否过火或有不足,但后来与大家熟了会一起讨论剧情,我特别感谢张哥,他较为年长有资历,很愿意指点我,教我如何演活一个1940年代的角色。 陈佳乐说。 而她的女友就是香港演员于湘宁,两人也计划在5年内结婚,她希望两人可以保持好的关系可以一直走下去。 不过于湘宁就叫她不要那么急,因为大家都在工作上各自努力中,希望集中火力这几年努力一点。 现在陈佳乐已经满满入屋上位,看来混息就快了。 她的女友就是最近在香港街上讲红毯因为脚拨而备受瞩目的于湘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